每年农历7月15日 八德区三员工都会举办中原普渡大法会 而今年也寻过去惯例 推出庙方采购物资的服务 每份500元的普渡物资 有白米酱油等内容相当丰富 因此吸引许多信众共同响应 特别扩大将普渡物资 由我们周边的里民 为了他们的方便 我们准备了1600份 让里民来我们三员工来购买 不管是物资的占卜 或者是我们有另外好几个三星人士 他们要做现金的占卜 我们都全部都会贴在这个公告栏 中原节这天是地关诞辰 因此三员工从昨日晚间11点就举办法会 而今年也有许多的三星人士卷赠物资 庙方决定将这份爱心传递出去 因此法会结束后会将960份的物资 转赠给巴德48个里的弱势家庭 我们的这个占卜的物资 特别受到欢迎 然后又让许多的信众 愿意将这个物资来捐赠给这个弱势家庭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总共是1600份 那其中有960份是要给48里 每一里20份给这个弱势家庭